那這樣好不好 好 可以啦 我現在音樂也不能讓大家餓得肚子等太久 我要邀請我一個老師 我們東南的老師 退學老師 可是他的頭寫不是在這裡 他是我們台灣有名的發明家 也是作家 也是我們的雞電博士 邀請我們的張真 張老師 我是張真 我是一位科學家 不是政治人物 這也是我第一次答應 在競選的場合 站出來 我是一個 比較務實的 我剛剛說是科學家 也是一位發明家 也是一位作家 我想 里長 對於我們每一個人最切身的關係 一句話 就是敢於擔當 勇於認識 我們不喊那些空泛的口號 喊了很多的口號 其實大家能記得住幾句呢 那麼我要說的 里長直接跟我們的關係就是 勇於擔當 當我們 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 里長能夠站出來 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里長 能夠站出來 為我們 解決 我們所需要的問題 這樣的人 是我們真正需要的 那麼 屬豬 屬豬 是我認識這樣的一種人 所以我今天 才可能 我才願意 站出來 講這樣的一段話 所以 不要讓 這樣子 一位 有擔當 勇於認識的人 我們 遺漏了 我們應該每一個人都站出來 這是我要講的話 祝福各位 謝謝各位 也 非常非常 忠誠的 希望 跟祝福 竹竹能夠 順利的當選 也 懇請我們在座的 鄰居好友 大家都能夠盡一份心力 謝謝 謝謝老師 老師 如果說 科學 碰上 人文的時候 如果說 科技 碰上 題目的時候 會 砰是怎麼活啊 哈哈 是 是一題的 是一題的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有 服務的火花好不好 我的理想是這樣子 未來 我們的張文黎 有這麼厲害的老師 所以三不五十 請老師給他 歡迎 開示開示 歡迎 會帶給我們張文黎 越科技 越科學 越有腦筋 越有創意 越能夠花蓮 沒有問題 當然 歡迎各位 好啦 我們給他打 我們跟他掌聲的時候 就等於是 簽一下合同 這不能後悔啦 哈哈 那老師 各位笑我 我會挺身而出 這 我的承諾就是這樣 謝謝 來介紹 當我們實踐國小開始 剛開始默默無名的時候 我們 有一群媽 我們有一群爸爸 很有安心的 就去組織所謂的社團 然後當然我們開頭的社團的 一個 對我們實踐國小 做功的就是武術 跟胡琴 我們武器老師今天有課 那我要請我們的武術老師 有我們的教練 吳美玲 吳教練 他現在是台北市武術協會的 吳施章 謝謝 謝謝 各位鄉親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隔壁實踐國小武術老師 我們的叔叔里長,他的三個子都我教 他的三個子都說我教,每個子都很優秀 今天我跟台語說,其實我台語說不太多 但是我本來是台灣人,我老爸說我背作 我現在跟台語說,以前都說國語,現在說台語 我跟叔叔在實踐國小是誰 我給他感動到,因為實踐國小武術社 有可能在做的小孩跟中的小孩有參加武術社 實踐國小在台北市的學校裡面最有名就是武術 你看國語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 每一個報照、蘋果日報都有報過實踐國小 那一個報到實踐國小才是武術社最厲害 每一次比賽的獎頌都一大堆 每一次跟他領獎領的小孩拿一大堆錢 教練我兩萬四耶,教練我一萬二耶 所以實踐國小有名是因為武術社 武術社有辦法存到現在就是他 他自己拿錢,小朋友 你今天練會長請你們吃東西 你就知道嘛,小朋友有東西吃就很認真的練 所以呢成績會這麼好 所以也要感謝我們這個宿主理長 所以你看他這個愛心 出來了要為大家服務 所以我們大家愛他的支持 說不好 好 對嘛對不對 對,有這麼愛心的人 來為我們的理來做事情 這是我們的福氣 福氣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現在來投這張票 我們是感恩他的獲棄 對不對 今天抱歉因為我 還要回去當老師 所以我已經帶回去 抱歉 我現在本身 因為角色太多了 因為台北市退位中央理事長 因為氣功協會理事長 現在我們屬租理長 你們把他的票倒下去的時候 我一定來退博 我們在這裡開氣功為大家好好 進入名 好 謝謝 掌聲鼓勵 因為我們都是義務教導的 謝謝 這裡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的氣功是世界比賽第二名 第一名中國台北第二名就是我們 讚 所以我來教你 我們現在稍微介紹一下 我56歲做阿嬤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我這樣 這麼健康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大家要記得 我們的叔叔 理長要幫他贊助 幫他支持 知道嗎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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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十間勾紙